他是以色列政坛长青树 从政三十多年 光是国家总理 他就整整当了三次 有人说他是国家英雄 因为在他的任期内 以色列从原来的弹丸小国 功成略地 逐渐成为了中东霸主 是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 有人说他是战争狂魔 几次中东战争后 死在他手下的阿拉伯人数不胜数 甚至于就连如今 整整三百万加沙老百姓 已被他压缩在不到三百平方宫里的地方 苟且偷生 如今巴勒斯坦的奋力一击 和以色列的血腥暴富 更是让内塔尼亚湖的暴君形象 传遍世界各地 从最年轻的国家总理 到现如今的战争狂人 内塔尼亚湖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又是谁在背后默默支持 他成为了以色列的政坛长青树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掌握以色列国家重体 前前后后将近15年的 内塔尼亚湖固然有些专制的意味 可对于以色列的老百姓来说 他却是不折不扣的英雄 执政期间 内塔尼亚湖一直致力于国内的经济改革 短短建国几十年 以色列的经济增速 却让很多发达国家汗颜 从2009年开始 以色列经济每年以3%到4%的速度飙升 最高时期甚至能达到3.2% 与此同时 以色列国内的失业率仅为3.6% 远低于欧洲霸主 法国的9% 超级大国美国的3.8% 相比之下其他的中东穷哥们 每天还在为吃喝饭愁的时候 以色列的生活条件 已然是首屈一指 从建国时的一无所有到后来的家财万贯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固然是以色列人的毕露蓝绿 也离不开美国的大力扶持 美国国会每年不仅要给予以色列高达5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 美国政府更是给予了以色列从上到下的一揽子支持 前任总统特朗普甚至公开表态 以色列首都是伊路撒冷 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国家来为以色列撑腰打气 内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万有大国的鼎立支持 以色列四敬成平的同时 也让内塔尼亚胡的野心逐渐膨胀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敏锐地发现了以色列国内老百姓最担心的安全问题 于是乎凡是巴勒斯坦支持的政策 他坚决反对 凡是能让以色列人出气的方案 他举双手支持 入侵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烧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被捕入狱更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常便饭 不仅如此 内塔尼亚胡还大肆活动 将以色列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极右一份子 全部吸收到了政府机构中 将一个历史上受极右伤害最深的民族 变成了21世纪的新棍子手 和伊朗不和 他就四处宣传伊朗核威胁 看加沙不爽 他就派人一点点侵蚀加沙土地 从加沙到伊朗 从沙特到黎巴嫩 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 上蹿下跳的同时 也让他成为整个中东的眼中钉 正所谓长野萧合 半野萧合 内塔尼亚胡骨子里的民族主义 固然是以色列迅速崛起的希望 也同样让以色列成为了众矢之地 这次的巴以冲突规模空前 却很少有人像之前一样 一股脑的支持以色列 或许就是对内塔尼亚胡 民族主义执政的最好解释 事实上历史上的以色列 并没有脱离内塔尼亚胡模式的机会 2021年为了推翻内塔尼亚胡 长达12年的统治 以色列国内的8个反对党 连起手来和他对峙干 果不其然失去民心的内塔尼亚胡 错失了做了12年的总理宝座 可伴随着内塔尼亚胡的倒台 8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却是内忧外患 矛盾重重 仅仅维持了一年时间 便草草结束 这反而是对内塔尼亚胡的民族主义 做出的最好宣传 如今这位以色列的政坛长青树 又一次位居庙堂 而他现在也正在面临他一生中 最棘手的一次大事 群生鼎废中 内塔尼亚胡到底能走多远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将拭目以待 我们明天再见